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本週的VogueGirl Mag 今天呢 要帶大家跟我一起開箱 滿滿的聖誕節禮盒 首先來自第一個禮盒是EASOP的這個禮盒 這個是今年限定的 然後去年的我也有買 我就是一個EASOP的腦粉 然後這次的包裝呢 它的靈感來自於 是一個巴西很著名的文學 打開來這個兩個東西 我跟你講 超級厲害 第一個的話呢 是他們的明星商品 是這個香芹子抗氧化面霜 這個的話呢 反正就是你最後冬天的 保養步驟一定要打 另外一個東西呢 是我自己私心超級愛用的 是這一個 成銀面部精華素 它的這個精華素是會讓你的臉 有三天的時間就可以馬上亮了一截 就像自帶Lightroom 然後你自己修圖的感覺 它會讓你的臉部真的是會看起來很透亮 然後我覺得保濕效果也OK 你搭配它之後呢 你再用這個面霜 全天的保養就這樣搞定了 所以這個禮盒我覺得不只是送人 如果你也是剛好想要入手他們家保養品的話 我覺得這個還滿推薦可以現在 現在就可以買 第二個品牌呢 來自人見人愛的香氛品牌 JOMALONE 因為他們之前過去的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想要送一個精美小巧 然後預算有一點OK 可以負擔的話 我覺得JOMALONE這個很推薦 打開來之後呢 你看它裡面 包括他們一些比較經典的商品 經典的這種香氛 再來的話 我跟你講 我覺得每一個都很好看耶 而且因為他們味道都很好聞 所以幾乎不太會踩雷 你送任何人或者是你隨意抽到都會很開心 然後這個也是沐浴 然後還有它家的這個身體乳 Mac的唇膏一直以來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歡 而且超級剛剛好 我今天就是擦Mac的唇膏 那家子彈唇膏一直以來都很有名 所以你這一次聖誕節想要擁有什麼呢 你可以一次入手12個顏色 然後這樣子是4800 所以換算下來的話 一支大概是400塊 我覺得很划算耶 然後這麼多顏色當中呢 其實每一個都是他們家的經典色 一個是Ruby Woo 然後另外一個是Mocha Mocha的這個顏色呢 我覺得很適合亞洲釣跡 它土可是又帶一點點紅棕 所以它會很襯膚色 你看 這顏色有多美 它超級好看 我大概身邊有五個女生朋友 有三個都有Mocha這個色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他們家比較經典的紅色系 是Ruby Woo 這個顏色我覺得還蠻顯牙齒白的 那這次Deptic它也像以往一樣推出聖誕節的包裝 它每次聖誕節的包裝其實都很吸引人 然後味道我覺得也很限定 就是好像只有這次才可以入手 而且還包含這個包裝你就會覺得更想要買 它這次呢 是以一個那個神獸作為靈感的發想 所以它的神獸呢 有獅子 迷路 然後還有天鵝 然後每一個味道其實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有發現它的紅色跟它的藍色都是以那種肉桂作為基底 我自己因為是玫瑰的愛好者 所以我剛剛一聞紅色我就 是我的味道 可是它是玫瑰加上一點肉桂的味道 藍色的話就是肉桂加上琥珀感 我覺得很像是你喝熱紅酒旁邊 你會散發出來的那個辛香料的味道 然後中間比較不一樣它是木質調 我覺得這個木質調在冬天來講其實還蠻罕見的 因為通常在冬天出的蠟燭可能都是像剛剛這種比較有厚 厚勁是沉著的感覺 可是這個的話意味會讓你覺得 嗯 冬天過得很像春天 每天很繽紛 很開心 再來第三個來自Sabon Sabon這個是很豪氣耶 它的包裝也非常的好看 那它這一次的香調呢 非常特別 一般在聖誕節的時候你都是比較會聞到沉浸一點點 或者是木質調的香氣 那這次Sabon它推出的這個花香氣 我通常不太會是這麼絕對喜歡花香的人 因為我會覺得好像會有點太女 可是呢 我覺得它的花香味是好聞的 就是它比較帶中性調的花香味 所以聞起來的話比較不會有那個 大家以往對花香味不喜歡的那個粉味 香調是非常不錯的 而且這個禮盒你可以一次擁有他們家的經典商品 包括磨砂膏 磨砂膏非常好用 因為它家的磨砂膏不只是身體 其實臉部的也有 你用完之後你會覺得有種全身被拋光的感覺 有那種水煮單肌感 然後呢 它的沐浴油也非常 我非常喜歡 因為我之前自己也回購了大概一兩瓶吧 它這次的這個味道是全新的味道 所以你也可以趁這次的禮盒一起入手 然後還有擴香 身體乳 我覺得基本上它家的東西不太會出錯 然後味道又不錯的話 這個禮盒我覺得送起來超級澎湃 你朋友會覺得哇 你是中二頭大手柄 接下來是用了絕對會變成仙女皮膚的SK-II 我覺得SK-II它很厲害就是 它一直以來都很知道怎麼把日本傳統的美學 然後再加上街頭的文化融合起來 所以它這一次包過這個也是 你就會感覺到絲巾其實它本身是比較奔放 然後比較街頭感的 可是它又用這種比較日式傳統的風格 去做它這一次禮盒的包裝 所以我覺得SK-II它一直以來 好像一直想要跟大家講說 這不是只是可能很成熟很成齡的肌膚才可以用 那絲巾呢如果你想要知道很多不同種綁法的話 禮盒打開來它這邊有個QR Code 你就是掃進去之後它就會教你大概100種吧 非常非常多 你就可以掃了之後就可以知道絲巾該怎麼運用 接下來是屏幕宣言的這個暖漿系列的組合 暖漿系列其實我在我過去的影片也有推薦過它家的那個暖漿舒服雷 那那個舒服雷我覺得它的那個保濕跟潤澤效果其實都還不錯 但同時它的那個質地又很輕盈 好打開來其實就是長這樣 那我剛說的那個舒服雷呢就是這一位選手 這個是沐浴用的 然後另外一個呢這個是去角質 還有一個很特別是它只要是限定的這種禮盒呢 它就會有一個滾珠 這個滾珠你就是可以隨身攜帶 然後所有我覺得買下來超級划算耶 因為它所有的商品加在一起有一個原價嘛 可是呢它買這個組合它會有一個六七折 所以像這樣子所有啊加在一起 一成其你就可以入手這麼多東西 來到歐書丹 我覺得歐書丹這個啊完全超級適合 如果你是什麼一千塊聖誕節交換禮物 你沒有頭需要買什麼 你就是買歐書丹 因為它這一組就是一千塊 非常適合小資 我覺得完全就是首選 那打開來它的這個禮盒呢 也很有新意跟很有過節的感覺 它是這種禮泡式的 你就可以看到裡面有什麼 像是它這個是沐浴油 然後它也搭配這個比較小的護手霜 都是他們家的經典商品 那這一個我覺得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你去店面是買不到的 你一定要在官網下單它才有 你只要網路上面買這個 然後一千塊你又可以聖誕節交換禮物買到 然後又不用出門 還可以穿著睡衣然後在家繼續看劇 我覺得壓軸都是擺在倒數兩個 這兩個品牌呢其中一個香奈兒真的是出絕招 他們這一次聖誕節的節慶限定包裝 是以黑金白然後是月球 帶你去月球的感覺 所以你買任何東西呢 它都會有像這樣子的節慶包裝 然後特別特別我很想講的就是 剛好明年No.5是100年 所以他們就有很多一系列的慶祝 包括這一次聖誕節的時候 有限定的那種身體商品 有幾個真的是太吸引我 我剛看到的時候我眼睛真的一直在發亮 第一呢是髮香 就是我是一個由頭的人 可是因為我的髮香之後 每天都開始可以聞到 聞起來非常的神清氣霜 然後再來的話呢 還有身體會讓你的身體閃亮亮 還有這個 這個身體乳我覺得很厲害 它這樣一轉 就這樣擠出來 就這樣一轉 芝麻開門的感覺 可是最厲害的呢 是一個我覺得非常日常 然後你完全沒有辦法想到 它竟然也可以華麗 就是體香噴霧 大家一般都是在用體香噴霧 是不是就看起來有點像鋁箔罐 就用 沒有 我是用懸吶的體香噴霧 而且它的這個整個包裝 都看起來非常的下巴 拿起來就是很華麗 所以你這樣噴完之後 你知道這邊就是閃亮亮 就是跟它這個金色包裝一樣 這個我真的是立馬想要帶回家 大家我要走了 掰掰 最後以Dior作為壓軸登場 他們這一次的聖誕節包裝也很美 像平常以往呢 如果你是買像這樣子有盒裝的 它就是白色的緞帶 這一次它就是以黑色金色 然後白色做為主調顏色 然後你看它的這個其他的包裝 像包裝紙啊 然後還有包在禮盒外面的這些樣子 然後還有這一個 是可以掛在聖誕樹上面的 它上面像這樣子金色的這個緞帶也很漂亮 就是如果你好像是買那種香水類 你打開來你就可以獲得它 然後又有一個小香水 這都非常的美 那如果你不太知道要買什麼的話呢 有幾個產品 我是覺得還是蠻可以入手的 像是這一個 這一個呢它不是氣墊粉餅 它是氣墊的蜜粉 然後這個蜜粉呢 你擦在身上之後 閃閃就忍暗了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就是長這樣 然後外包裝的這個皮革 像他們非常經典的紋路 我試在手上給大家看 它就是這樣子壓了之後呢 在手上 它這個粉很細很細 然後就是會讓你的皮膚 會有這種閃閃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些其他的包裝 也是他們比較聖誕節限定主打的 這次就是以雪花為主概念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那個口紅上面 你看金雕細琢 上面全部都是雪花 然後包括還有這個比較限定的 這種聖誕節感的顏色也是 然後還有他們的這個腮紅 腮紅也是很多人編輯啊什麼 一推再推 這個顏色呢也是非常的好看 然後上面也是刻有他們那個雪花的樣子 所以聖誕節的話我覺得如果你是想要買 這一類型的東西的話 就是華麗繽紛 然後內容物也好用的話 我覺得抵要完全就是也是前三名的選項 總結一下我自己真的會想要買來送別人的好了 第一個呢我覺得 我覺得屏幕圈很適合送朋友 它就是兩千有找 可是裡面東西又很澎湃 所以你送一個朋友的時候 朋友會覺得說哇 好有誠意的一個人喔 可是呢如果你要送好朋友的話 當然就是預算可能會高一點啊 因為你知道就是可能 尤其是用錢堆積起來的 可是錢歸錢 你還是想要買一個好質感 精緻的東西的話 我覺得Diptic的蠟燭我真的很推薦 因為沒有人不喜歡他家的蠟燭 然後他包裝又非常的好看 又是聖誕節的這個包裝 本身就是真的送起來非常的撐頭 最後呢 Eso 因為我本身是他的腦粉 保養的東西我都非常喜歡用 我覺得這個就會是送給自己 你知道還是要對自己好 別人才會對你好 這個非常的重要 大家不知道有喜歡哪一個禮盒 或是剛剛我介紹的有哪一些事 你真的很想要買 你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最後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聖誕節開箱禮物的影片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